那么阿南也非常难得 喜欢多文 他发现护持佛法 所以红法护法都不容易 你对佛法不通 你怎么红法 你怎么护法 佛法决定不能以自己的意思来解释 那就错了 自古以来 释迦牟尼佛在世 就出现这种状况 这个状况在佛经上讲 尊上慢 这个烦恼很麻烦 他障碍你 开悟 障碍你挣苦 不但如此 甚至障碍你的善法 那就麻烦了 因为你自以为是 自己没有真的 以为真的 没有了解 以为了解了 你这样教导别人 你误导了众生 误导是要负因果责任的 唐朝 罚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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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公案里头 有说一桩事情 错下一个字的转语 多五百十页乎神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 尊上慢 这个地方呢 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 就是学服 决定不能有傲慢性 这种傲慢 是你自己不知道 人家问你 我没有傲慢 我很清虚 没有傲慢 他自己确实 没有能解决 没有能解决 怎样对治 傲慢 情绪 怎样对治 忌 忌 随喜 菩萨都有方法 这种病很重 你没有方法 你没有方法 你没有方法对治 他就去作用 他就来长到 阿南 护摄迦牟尼佛的法 跟释迦牟尼佛以前是同修 一佛出世 叫千佛拥护 与佛有缘的人都来帮助他 或者是以菩萨身份 身文身份 做他的弟子 做他在家的护法 让他一代教训 得到悦满 那么阿南呢 耶护将来诸佛发造 阿南一定发的这个大运 释迦牟尼佛在此地 为我们偷出来了 教化成就菩萨中 受菩萨中 就说明他是大臣 他不是小臣 若论其极 这个极就是现前 他所实现的身份 他所实现的身份 则为 集结金藏 传佛心印 传授密尘 沉传大教旨 关键任务 这是真正 护持啊 我们有点护法 护法就是这三种事情 集结金藏 集结金藏 所以 留下来 没有金藏 那金从哪里来的 跟一般宗教不一样 一般宗教有很多宗教 经典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佛教不是的 佛教是释迦牟尼佛 当年才是为大家宣讲的 那当时没有文字记载 今天从哪里 阿南复讲 把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经 重复讲一遍 吴伯大阿罗汉 来给他做证明 做听众 听阿南所讲的 大家都同意 都认可 这才能用文字记录下来 流传个后世 佛经是这么来的 如果有一个人不同意 说这一句话了 我听佛不是这么说法的 这一段就在删掉 灵穴 无烂 取信于后世 所以集结金藏 是这样的 严格 不是 少数佛从多数 不是的 一个人不同意 就通不过 这当年集结金藏 这当年集结金藏 这是后法 让世尊 四十九年所说的 不至于消失 是 那一段就会 有一个人 不至于消失 有一个人 都不得了 这一段就会 但是 我觉得